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1月7号的热点追踪 泰国媒体报道 1月5号 中国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现身曼谷 看了泰拳 还和家人光临了曼谷的路边摊人气小吃 与此同时 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也进行了人事大调整 马云失去了控制权 综合泰国媒体的报道 马云近日被目击出现在了曼谷的观光热点 他神色轻松 除了看了泰拳表演之外 还去登上了网飞世界名小吃系列的 米其林一星评鉴的智姐热潮 这家店的老板在Instagram账号上 也发出他和马云的合影 证实了这件事情 同时 配图帖文中还描述 马云非常的谦逊 还写道 我们很荣幸能接待你和你的家人 此前 马云已经淡出公众视野 网络间流传马云在日本的消息 上一次马云公开露面是在2022年的12月30号 他透过视讯参加了马云公益基金会的活动 与中国乡村教师见面会 其他的消息也是参与农业农村的一些活动 整个人都很低调 在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全面割韭菜的当下 很多人都在观望马云的命运 1月7号 中国蚂蚁集团发出公告 经过一系列的股权调整 创办人马云将不再控制这家金融科技集团 此前 该公司股东同意实施一系列的调整 让马云放弃大部分的表决权 蚂蚁集团1月7号在官网发布有关 持续改善公司治理的公告称 蚂蚁集团收到合伙企业杭州军汉和杭州军澳出具的 关于股东上层结构调整的告知函 对蚂蚁集团主要的股东投票权进行调整 经过调整之后 原先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马云 及其三位一致行动人 承诺终止在杭州云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 一致行动关系 并将他们持有的杭州云摆股权转让给蚂蚁集团的管理层 员工代表和包括马云在内的10名自然人 这些自然人之后也将分别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 同时杭州云摆将从杭州军汉退火 杭州星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入伙杭州军汉 而杭州星涛有马云和另外四个人分别持有20%的股权 调整完成后的杭州云摆及杭州星涛的全体股东承诺 独立行使各项股东的权利 不再达成任何行使的一致行动安排 不单独或与任何其他方共同谋求对于蚂蚁集团的控制权 在调整之前马云通过在杭州云摆的股权控制蚂蚁集团 而杭州云摆又控制着杭州军汉和杭州军澳这两家公司 他们共同持有蚂蚁集团一半以上的股份 同时根据杭州云摆现行章程及一致行动协议 马云能通过杭州云摆控制的杭州军汉和杭州军澳 间接的控制蚂蚁集团53.46%的股份表决权 也就是说本次调整之前 马云是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此次调整意味着马云通过放弃对杭州云摆决策的否决权 并将其部分的股份转让给其他高管 来稀释他在杭州云摆的投票权 从而让出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 蚂蚁集团在公告中称 本次调整之后 蚂蚁集团的股份表决权更加的透明且分散 来自雅虎新闻的说法 根据路透社的计算 马云此前在蚂蚁金服拥有超过50%的表决权 但此次股权改变之后 他的持股权仅剩下了6.2% 那么此次马云能带上家人 并且轻松开心的泰国行 跟这次财产重新分配终于尘埃落定 是否有关系呢 对于这一话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